除了韩国 日本这一项具有争议的排放核废水计划 也令香港感到担忧 香港环境生态局表示将发出禁令 禁止进口福岛和附近地区的海鲜 并且会对日本其他高风险地区的海鲜货源 收紧进口条规 我们希望日本可以找到更新的方法 在海鲜货源 因为禁止水到海鲜 甚至于治疗 我们认为是非常危险 香港在2011年日本大地震之后 就禁止福岛一系列食品进口 当中包括了蔬果 牛奶和乳制品 国际原子能机构目前正在对日本准备 排放核废水的计划进行安全评估 香港当局将会依照最终报告 决定在日本的哪一些县 颁布海鲜进口禁令 结果收紧放中 亲友的盆核废水 皮灯 görd